最新FED的利率決策 美國維持原利率 但市場最期待是什麼? 3月降息啊不是6月雪啊 落空了 所以美股四大指數盤中是急殺一直跌 道琼指數收盤跌了317點 早上盤前大家看到美股這樣的殺法 有沒有覺得完了 嗨呀 今天台股死定了 結果呢 今天台股逆勢上漲了78點 台積電拉尾盤 我們的機甲再收新高 康權電訊滑成工漲停 金利科大賺了60% 證明投資股票就是要怎樣 逢低布局才能大賺 至於 旁邊上我知道大家最喜歡的是什麼? 最喜歡的就是省頓集團 安國安格還可以追嗎? 旁邊上還有哪些股票值得大家留意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節目 不論是好股還是快股 找到好的買點 歐式標股 我是何姬鼎 超過20年的投資經驗 專門研究轉折買賣點 從投資分析 選股 到操盤策略 幫你培養 財經 軟實力 掌握贏家思維 投資要獲利 記得 訂閱 分享 並加我的LINE AT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頂級操盤手 昨天美國的利率會議真的是太刺激了 一公布完 說三月不降息 美股四大指數全面的向下殺 本來走得好好的 就往下殺了 倒雄指數最後跌了317點 我想盤前大家早上起來 看到這樣的狀況 會不會覺得今天台股完了 沒救了 結果還不是照樣上漲 所以我認為大家如果會擔心的話 最重要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你的股票可能追得太高了 萬一一跌可能就會跌破你的成本 那我就說了 投資股票你真的要大賺的話 一定要逢低布局 或者是什麼 打底布局 或者是什麼 你跟著我們金KD指標 KDD進場 這樣你投資會比較安心嘛 那我們也因為這樣的狀況 我們說真的 自從我推出這個百萬贏家以後 百萬贏家計畫以後 很多會員朋友 都獲利百萬 然後我就把這些會員朋友 他的那個之前 報的股票 代號 還有什麼 他的章數跟成本PO出來之後 跟大家證明說 我們就堅持續報續報 然後都賺百萬 對吧 結果我發現 越來越多我們團隊成員 讓我想到就是 很喜歡上電視 就好像說 媽 我上電視了 好多人很開心 上了這個電視 所以你看一下 今天 台股 開盤一度大跌 最後拉上來了 我們的會員 我們的團隊成員 你看跟我講了什麼 昨天跟我講說破100萬 昨天這位成員他破100萬是什麼 技嘉噴出我恭喜他大賺100萬 你看我恭喜他大賺100萬 如果他給我否定的話 就代表說他沒有賺100萬 老實你亂講 可是他給我一個什麼 讚 他給我一個讚 這代表說我講的都是真的嗎 那還用說嗎 再來 今天呢 你看我剛剛就講了 我很多團隊成員現在越來越想上電視 媽我上電視了 你看喔 今天動不動又什麼 跟我講說沒事就一直噴 沒事都一直噴 這不就是擺明跟我講說你想上電視嗎 沒事一直噴 噴哪一檔 那就是技嘉 他講的就是技嘉嘛 你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技嘉 今天沒事是不是一直噴 沒事是不是一直檔 是不是技嘉 所以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大家都去追那種 大漲的股票 然後漲停板買又買不多 甚至是買不到 買不到你根本就賺不多嘛 重壓一張 重壓一張你會賺100萬 我跟你信啦 不可能啦 好再來你看一下我就說 我越來越多團隊成員都知道 我們就是有目標 我們目標就是100萬 有破百的馬上就說 老師我又破百了 那你這樣跟我講不是擺明的就是跟我說 我想上電視 我想上電視 來你看一下 我真的也非常感謝 我們團隊成員的支持啊 你看今天的部分 啊 做這團隊成員就跟我講什麼 技嘉尾盤發生了什麼事情 突然就變成賺112萬了 這怎麼回事啊 有沒有有沒有看清楚 技嘉尾盤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突然就賺了112萬 哇你有這種股票 你不覺得你抱得很安心 問你要不要報股過年 每一個人現在都在問 你要不要報股過年 你認為 技嘉報股過年會從賺112萬變成賠112萬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這就叫做自信 這就叫做逢低布局的力量嘛 你看我們就是埋在低點你看 這個團隊成員直接跟我講了 買了低點不怕震盪 他完全不怕 有沒有報股過年的問題 完全沒有 他昨天說的AI三檔有沒有 AI三檔 賺142萬 賺的比昨天還多 賺142萬 賺的比昨天還多 有沒有夠多 我覺得 印象這個會員 這個團隊成員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我知道 他是很多人的縮影 相信很多投資朋友手上都有很多很多的股票 他也是 他本來你看在1月6號的時候呢 他那時候傳給我們的股票 因為 我知道很多人會覺得 我們匯費 的問題 覺得有點 就是卻步 但是呢 說真的 你把你的股票轉換過後 你根本就不會感覺到 匯費的問題 因為 你換了以後就賺錢 那匯費等於就是賺錢自己付自己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看 這邊他本來 這麼多股票 本來這麼多股票 我們先不要管他賺或賠 我相信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手上都有很多的股票 不知道該如何是 這麼多股票 你一下都看不完 你怎麼管理 過年 家裡要打掃 股票也打掃一下吧 你看 本來這麼多股票 後來呢 我慢慢幫他集中 集中之後 就沒有那麼多了 當然還是蠻多的 我們會慢慢幫他調 但是 有一些我認為不錯的 就讓他續爆吧 比如說像 00929 這跟著指數走的 也沒什麼不好啊 那剩下的部分 我會盡量就是說 幫他 漲起來再去換 我們不會隨便 閉著眼睛亂砍 我 幫助 我們的團隊成員 新的成員 股票還有很多 不是我的時候 我都會很累 每天加班 然後看他一檔一檔 從基本面 產業面 然後技術面 去看每一檔股票 到底要出 還是要留 我不會啊 無腦砍 我知道有些 老師啊 或者有些 就是其他 不管是誰啊 要幫你的時候 就無腦幫你砍 全部砍掉 換成我的股票 結果換過去變更差 會這樣嗎 有很多 東東 好所以你看一下 他昨天的部分 我說過了 震盪布局嘛 他昨天呢 我們之前看我們在 1月18號幫他 幫他就是規劃的 廣達 偽創跟技嘉 當然他之前已經賺過美食了啦 他 這幾檔 你看一下 昨天 昨天總共賺126萬 那今天呢 我們再看一下 今天廣達 下跌嘛 243 本來是賺8 本來是賺8萬變成賺7萬 那又如何 來 偽創的部分本來賺多少 本來賺25萬 現在呢 還是25萬 那再來呢 今天的技嘉呢 今天技嘉就不一樣了 他光是技嘉一檔 就賺了多少 超過100萬了 所以你說100萬贏家有沒有可能 我告訴你啊 我很多團隊成員都是加了我們之後 賺了100萬 才跟我說 老師 真的太感謝你了 我從來沒有在股票市場上賺過那麼多的錢 就是100萬 目標就是100萬 來你看 合計起來是不是賺了134萬 134萬 這是之前 他給我對賬單 算出來給 給大家看的 但實際上呢 因為 廣達技嘉偽創在震盪的時候 我又有請他在加碼佈局 所以這三檔呢 他就賺了142萬 比昨天多吧 今天台股開盤下跌 大家緊張的鑰匙 你看 我的團隊成員 坐在那邊 就賺更多 比昨天賺更多 賺了可能是一個人 一般人一個月的薪水 所以 大家一定要學會投資 你看 我越來越多成員想要怎麼樣 上電視 好 技嘉 這就是技嘉 你看技嘉是不是持續的向上噴 所以我昨天有沒有跟大家分享 金枝玉葉 很多時候很多的好股票就在你的眼前 可是你不願意去 接受他 你不願意去買他 你覺得他賣掉 你覺得他不會飆 你就去找一些比較邪門的 漲停漲停漲不停的 安國安可 對不對 還有什麼神盾 都沒有業績然後一直漲 你抱得安心嗎 還有 大漲了以後你買得多嗎 你買不多你真的賺得多嗎 賺不多 對不對好再來 既然技嘉會向上漲 當然廣達偽創這些公司 當然也都可以留意 你看偽創 其實還在缺口之上 根本就沒有什麼變化嘛 再來就是 維影其實今天也拉了下影線 廣達的部分我認為 表現也還算不錯 那你會覺得 老師你那邊看得好 你都沒有講啊 我有講 我告訴大家 全台灣我認為 最認真的老師真的就只有我 早上還幫大家寫盤前 早上還畫圖給大家看 如果你有加我的LINE 你簡單的加我的LINE 你加我的LINE 打開手機相機 掃描旁邊的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的LINE 我的LINE呢 上面就有每天的撰報 來 看一下每天的撰報 來這邊 LINE加進去之後你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這畫面下面是不是有功能鍵 這也是全台灣最多功能鍵 的人 就是我 你看 我有給他 每天的什麼 正能量 正能量你按下去就知道 我會根據每天的盤式給大家一些正能量 然後呢最新的撰報你給他按下去 就是我每天的 早上的 早報 還有周報 我全部都放在這邊 你看 我早上有幫大家畫圖 全台灣只有我早上在幫大家畫圖 甚至還有很多人copy我的圖 跑去其他地方亂轉傳 只有這邊是正版 既然呢 你有正版的可以看 你為什麼要去看盜版的 會不會給你改的亂七八糟的 有可能喔 你看這張圖是什麼 我早上幫大家畫了 大家看一下這張 美超圍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張美超圍 你看那個圖太小了 美超圍 美超圍昨天是漲還是跌 昨天是漲的 所以我你看我說 FED的利率不如預期嘛 但是美超圍照樣是收紅色的 AI就是主流 主流你要看誰 主流中的主流 廣達技嘉偽創偽影 對吧 有沒有跟大家分享 那就代表說我還持續看好 震盪還可以加碼 剛剛那個團隊成員的例子不就是嗎 我幫他算只有120幾萬 130萬的獲利 他算有140幾萬的獲利 為什麼 因為我是用之前的 庫存去算 後來震盪我又幫他 小幅的 加碼 但主要加在哪裡 技嘉 三檔我主要加在技嘉 對吧 所以他技嘉 光是技嘉 單單技嘉 一檔 他就怎樣 他就成為了 百萬贏家 他就成為了百萬贏家 光是一檔 一檔打趴一堆人 所以你說百萬贏家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可能 這個夢想能不能實現 全台灣只有我能幫你實現 因為大部分的 就是老師 你看我這檔股票大漲大漲漲多少 漲多少又如何 漲上去你有賺到嗎 或者是 挑了一堆股票 另外一種就是 挑了一堆股票 你知道嗎 挑了一堆股票 每天跟你講五檔 每天跟你講十檔 然後呢 漲起來就拼命跟你講 你那時候跟我買進的時候 然後有多低的成本 可是 說真的你去看他挑的時候 可能都是漲停板 根本就買不到 這種 有機會賺百萬嗎 沒有 那為什麼我們一直能賺百萬 我也跟大家講 我也 不吝惜跟大家分享我的秘密 我的秘密就是 我不要買在 什麼 大喷 漲起來的時候 我要買在區間震盪 打底完成的時候 然後呢 不斷的重壓 不斷的重壓 漲上去 我不會馬上把它除掉 我會等到他真的漲不上去了 我才除 當然呢你要看到他真的漲不上去 除了基本面技術面之外 對籌碼面也有一定的熟悉度 你才有辦法做到這麼高難度的操作 但是呢如果你還在猶豫 還沒有想要加入我們的團隊 沒有關係你至少也先加入我們的LINE 我們LINE部分 很簡單 只要掃描這個QR Code 你就看到我的官方LINE 或者是呢你用 小老鼠GD1788的關鍵字案 新增好友記得要新增喔 因為我現在還不在你的心中 我還不在你的心中你搜尋好友打 小老鼠GD1788你會看不到 任何人 你會看不到 ANY ANY ME 講這個英文怪怪 你會看不到我啦 你看到我的話 你看我每天早報 每天周報跟大家講 1月21號周報我就跟大家講 我說什麼那時候 什麼技術面跌破 17500點支撐線 立刻向上收付 我說這次叫做 假跌破 你看上面很多字你不想看 你直接看最後 就有結論嘛 我說新一波多頭走勢即將開始 下星期將怎樣 直接挑戰萬八 1月21號跟大家分享 有沒有 直接挑戰萬八 有沒有過萬八 前幾天是不是就剛過萬八 然後再來呢 1月28號隔一周 隔一周周報我也繼續跟大家分享 下星期有很多法說會 總經數據 我認為 任何的修正震盪 都是給大家逢低進場的好機會 有沒有 講到 做到 再來 AI三雄廣達技家偽創 我有沒有持續的分享 有沒有持續的上漲 在台積電相關的供應 你去看一下N31 你去看一下世新 你去看一下萬潤 有沒有大漲 然後呢我一直跟大家講廣達技家偽創為贏 有沒有 這些我都提早跟大家分享 而且我們的盤中 有沒有給大家很重要的資訊 1月29號盤中 我直接跟你講說廣達技家偽創 堅持續爆 你出了嗎 你出了技家是不是這一段你就 賺不到了 在我們有沒有幫大家整理 重要的 財經的 資訊要發布的時候 有吧 有沒有 利率會議跟你講的 蘋果亞馬遜財報跟你講什麼時候了 現在最重要剩什麼 非農就業數據 對吧 非農就業數據 明天就公佈了 公佈之後 我認為美股噴出的機率很高 因為其實 這一次 FED 的利率會議 FED 的利率會議 包爾並沒有說 並沒有說說 3月一定不降息 他只是說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代表 有可能 他說是看後續的經濟數據 那如果說非農就業數據沒那麼好 美國經濟並沒有那麼好 再來原油 然後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原油 原油價格如果說呢 持續的往下跌 通膨又受到控制 經濟沒那麼好 通膨又受到了控制 那你說他不降息台灣 一切的一切我都寫在哪裡 寫在我們的LINE上 所以你還能不加嗎 好那我們又回到 大盤的部分 大盤啊 我只能說啊 外資啊 泼了一個冷水 泼了一個冷水 這讓我想到一個故事 去年有一個小犬颱風 要襲擊台灣 小犬颱風襲擊台灣 大家都非常非常怎樣 非常期待 為什麼 台灣太久沒有放颱風架 就很希望說 有沒有辦法這個 本來是 在我們可以看一下圖 本來是在台灣什麼東南方 我們看一下圖 在台灣的東南方有沒有 台灣的東南方這邊一個小小的颱風 那很多人就希望說 慢慢接近台灣了以後 能不能 這個小犬能變成大犬 然後狂風暴雨 讓中南部的好朋友們 放個颱風架 因為台灣真的太久沒放颱風架了 然後呢 就有一個小學生 又有一個小學生在生活周報上面 就寫了 小犬 你可不可以變成大犬 然後呢 靠近高雄一點點嗎 然後呢 你知道他們老師也是回答得很妙 小犬能不能變大犬 他們老師竟然回答他什麼 難道你沒有聽過高雄叫做打狗嗎 高雄叫打狗 小犬敢去高雄嗎 小犬他不敢嘛 所以他從 小犬變成 雞娃娃的 根本就沒有放假 這就是什麼 今天我跟大家講的 泼冷水嘛 而且 你會發現 這又跟我們講另外一件什麼事情 大家很期待 小犬變大犬 結果到了高雄變成打狗 那 今天你會發現 大部分的散戶都在幹嘛 大部分的散戶可能一開盤 沒有開盤前 盤前看到 道瓊指數在狂跌 狂跌 有沒有 然後你就很擔心說會 會什麼 會持續性的往下重挫 趕快在開盤的時候 趕快賣掉 手上的股票 結果呢 誰在等你 外資在等你啊 外資在接你的股票啊 到底是誰賣給誰啊 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台股只有上漲幾點 今天台股只有上漲78點 外資買了多少 外資買了219億 外資買超219億啊 你的小犬繞到高雄 為什麼被打犬了 就是被外資給吸走了啦 那你說 過年該不該爆股過年 外資拼命買啊 外資拼命買啊 不是我說的 你看外資他用行動 他用身體跟你說他拼命在買 啊你呢 大部分投資朋友呢 幹嘛 看到 烈烈會議 完了3月不會升息了 3月不會升息 我趕快把我股票賣掉 股票會跌了 喔你就賣了 我告訴你啦 外資就在高雄 他就是打狗 就是準備打散戶 喔對不起 不可以說散戶 就是外資在等著接我們的籌碼 我這樣講沒有錯吧 事實很清楚啊 好所以呢 現在該怎麼操作 我們還是一樣 一步一步的幫大家分析 到底台股是偏多 還是偏空 目前從籌碼面來看 台股確實是 偏多了吧 外資拼命的買 一路的買 絕對是 過年新春他開紅盤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從技術形態 我也跟大家分享 我從11月3號 我就跟大家分享 這是一個V轉 V轉大漲了1446點 我說QK一下會有第二波 QK一下會有第二波 第二波 至少 第一波漲了1400點左右 第二波至少打個八折1100點 我認為目標價是18289點 去頭去尾 至少18200點吧 好那一波 我記得很清楚 在總統大選之前 大概在17500點附近 我那時候跟大家分享 我說總統大選之後 只有兩條路 第一條路 就是直接向上噴 因為我也不知道誰當選 對不對 好那重點 第二條路我說什麼 第二條路呢 也蠻好的 他叫做先下後上 先震盪再走高 先震盪反而是給大家新的進場機會 那沒想到呢 這邊呢 果然就向下跌了 這邊呢 跌破了大跌 我記得總統大選過後兩天吧 大跌 大跌的這兩根 我想 很多的投資朋友 很多 在收看我們電視 收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都覺得 老師你要被打臉了吼 要走空了吼 結果 你看一下 有沒有走空 下跌了兩天之後 1 2 3 第3天 第4天 1 2 3 4 第4天就全部拉懷 收復了17500點 然後呢 直接向上 突破了18000點 這邊 算打我的臉嗎 好啦 算小打可以嗎 但是 也完全符合我說的嘛 我在總統大選之前跟大家講 要嘛就直接噴 要嘛就先下再上 完全就命中啊 有沒有完全命中先下再上 那 你既然都知道 噴你就不要追了 先下再上當然就是給 還沒有上車的投資朋友進場 但是 每每到大跌的當下 你心中不會想是進場 你心中想的只有逃 我要停損 對吧 好 那這時候 我就說了 投資股票我們常跟大家分享 我看的是什麼 我看的絕對不是只有技術面 你現在看的就是只有技術面 你當然會吃憋 所以呢你投資一定要總金面基本面 還有產業面 通通都要看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盤面 盤面呢我昨天跟大家講 盤面 我們台股有金枝玉葉你怕什麼 我是不是唱 呀追追追 你在追什麼 你不要亂追好不好 唱這首歌不是讓你賺亂追 我只是跟大家講 台股有金枝玉葉 台股有金枝玉葉是誰 老師 哪一集店被打臉了啦 我好痛喔 我並沒有那麼痛 我們是580幾成本 有絕對成本優勢 今天 不是今天 法蘇會之後跳空向上 我根本就 完全沒在怕的 因為我們買在絕對成本 應該說是絕對成本的優勢 我們買在585附近 到今天都是600多塊 我怎麼樣都是賺錢 我沒有什麼好怕的 但是呢他震盪之後今天拉尾盤是不是帶動台股全部都上漲了 再來 台股的金枝是台積電玉葉是誰 四星啊 四星有沒有突破4000塊今天是不是摸到4000了 我告訴大家 很恐怖喔 很恐怖 四星怎麼樣都跌不下去 你還認為 台股年後會下跌給你 進場撿便宜嗎 不可能 不可能 你看 別人都是講講而已 我們是真實跟你做到了 台積電恭喜會員大長 那天 1月19號 有沒有 只有我在分享吧 再來 四星 四星到底有沒有人有 好貴喔 好貴喔 到底有沒有人帶 他的團隊 他的會員朋友進場 你看 我這邊寫了 就做 就足以說明我到底有沒有了 恭喜各位會員 股王四星 繼續再創新高 盤中突破4000元關卡 再次恭喜會員 有沒有 所以台股 股王 權王都沒事 台股的金枝玉業都還是繼續 向上 你在怕什麼 台股就是多頭 沒有改變 好 那講完台 就是台灣的盤面 那再看一下國際股市 因為投資股票嘛 什麼都要看 道琼 有沒有繼續向上 道琼也是繼續向上啊 就算他 FED利率會議不如預期 他有沒有跌破這一個支撐線 完全沒有支撐線手的穩穩穩 就是小跌一下而已 他竟然小跌多頭格局他沒有改變 沒有什麼好怕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布倫特原油 我們常講的原油嘛 那原油如果是往下跌的話 原油往下跌通膨不就受到控制 通膨受到控制的話 美國就會降息啊 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從技術面來看 布倫特原油 有很多利多 中東那邊還在亂 中東那邊亂的話 原油的供給應該會有問題 但是 原油有沒有在往上漲 沒有 前高的壓力 劃出來 金KD KD指標 KD高 KD已經很高了 他的 股價 他的油價 有沒有突破前高 沒有前高壓力怎麼樣都上不去 這邊叫做什麼 格蘭比巴巴的 壓力啊 壓力都上不去 那他後續向下的機率不是比較高嗎 好他說後續向下的機率比較高 目前來看 你從FED Watch看起來 喔升息機率只有多少 升息機率好像只有35% 我告訴大家 星期五非農就業數據公佈之後 我認為這個降息 對不起剛不是講的 不是升息機率 是降息機率 降息機率是35% 我認為非農就業 數據公佈之後 降息的機率會繼續大幅提升 那既然美國會降息的話 新台幣相對就會升值 那我們可以看到 新台幣跟剛才是不是油價走勢很像 KD到高了 然後呢 新台幣有沒有再突破前高 沒有 沒有突破前高向下的 機會就比較大 向下叫做什麼 向下叫做 升值 不是貶值 那既然台幣升值代表很多外資在買 新台幣 外資買了新台幣要幹嘛 投資台股 那你說台股後續 籌碼麵不是繼續偏多嗎 你有沒有幫大家 每一個麵都分析 台股就是多頭 當然你早上有看我的訊息 你就知道了 還是多頭 所以我們的Line真的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加 所以我們的Line的部分你可以先加一下 我們Line直接掃描這個 QR Code 或者是你直接用什麼 關鍵字搜尋 小數 GD1788 當然 我們整理了那麼多資料 每天想的那麼多不管你覺得好不好笑的梗 但是我都盡力了 我盡力把解盤 幽默一點 讓大家看的不會 睡著 對吧 我們那麼用力 這麼盡心盡力 大家真的不要吝惜去幫我們的YouTube 訂閱 按讚跟分享一下 好嗎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Line早上盤前跟大家講了什麼 你前面這些文字如果你覺得 老師我不太喜歡看字沒關係 我盡量都把重點 寫在最後面 我說恭喜大家 FED的利率會議又創造了新的買點給大家 台股震盪之後 就會怎麼樣 後續行情不悲觀 震盪會繼續走高 來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台股 今天的加權股價指數 來在這邊 加權股價指數 震盪走高 震盪走高 收最高 沒有錯吧 都跟大家講在前面 早上盤前就跟大家講了 我恭喜你啊 我恭喜你啊 給大家新的進場機會了 難道你要在這個時間點要出掉股票嗎 當然不要啦 我盤衝也跟大家講一下 我盤衝也跟大家講了很多 很重要訊息 我說美超圍 這快要盤衝會寫了 因為今天太忙了 來美超圍收紅 台灣的AI股 當然是不用擔心嘛 對不對 那我也在寫囉 我說我今天有做一個動作 叫做台積電 我今天有把 部分的會員 台積電換成了技嘉 因為技嘉真的太強了 因為台積電我也知道 他會漲 但是不會飆 那技嘉呢 就比較有機會會飆 所以我把部分台積電換成了技嘉 你有沒有動作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也 在盤衝也跟大家講 我說我經濟一顆 開始在慢慢 獲利了結 所以這你就知道 我們的股票 我在做什麼事情 但是我知道大家最喜歡還是追股票 追追追追追追 現在每一台 都在講神盾集團 你也深蹲 我也深蹲 大家的深蹲 有賺得很開心 有賺得很開心嗎 我想 有啦 有部分的人應該有賺啦 但是應該沒有賺得那麼開心 因為呢 神盾集團很多都是漲停漲停 再漲停 你想要買 也買不太多啦 坦白說啦 好 那目前來講 神盾確實還有機會繼續向上漲 但是我認為上漲的空間不大 那我是比較建議不要去追 就算要追 我認為簡單幾個字啊 四個字 小賭遺勤 小賭遺勤 你竟然漲那麼多 你真的受不了你要去追 第一個就是把什麼 滑鼠綁起來 電關掉 顯剪斷 不要追 再來第二種方法就是 真的要買的話就是重壓一張到兩張就好了 我認為 兩張會不會太多 兩張50萬太多 看你的資金啊 我也不知道 好那安國的部分你看 這我講的 昨天幾乎快漲停了 你追不到 今天又繼續漲停 你當然也追不到 那這就讓我想到 前一陣子啊 在航運類股 鴻海危機剛開始的時候 航運類股大漲 很多人都在講說 喔你有沒有陽明啊 陽明漲停了你開心嗎 然後後來的陽明是長什麼樣子 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時候 陽明漲停超 超開心的 這一天也不知道追了多少人 結果這一些進場追的現在是不是都變成冤魂了 現在是不是都變成冤魂了 沒有錯吧 而漲停 追 就再漲一根 結束修正 你這邊沒跑掉 他繼續的往下跌 就我講的 投資股票你不要追 像我們的 團隊成員 我們買技嘉 買得多安穩 對吧 買得安穩賺得才開心 賺得又多又開心 雖然說沒有每天漲不停 但是賺百萬跟漲停 哪個重要 賺百萬跟漲停哪個比較重要 我會選擇百萬 我不知道你啊 就像我昨天講的 如果你想要吃雞的話 也只能什麼 安格 安國 神盾 但刺激 適當就好 小賭疫情啊 那旁邊上有什麼可以注意的 我認為還是AI 你看散熱族群起航繼續漲 但漲了 漲那麼多你也不要追了 我認為AI還有一個族群 有機會繼續發動 就是銅箔基版 台耀 台耀看起來才剛剛開始 台光電已經突破前高蠻久了 那現在只是高檔震盪 所以我覺得銅箔基版的股票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再來 旁邊上還有什麼值得留意的 現在寒假快到了 明天 我就準備要出國了 我星期六早上要出國 好那既然星期六早上要出國 我相信我只是其中之一啊 很多人過年前後都要出國 那大家都要出國的話就帶動 觀光旅遊類股 上漲吧 好所以長榮行可以看到 今天長榮行表現得非常好 今天已經開始收紅 我們可以看一下畫面 今天長榮行的部分 是不是已經收紅了 再來 如果你看到旅遊類股 航空公司你就可以看長榮行 華航 但是我建議就是長榮行 那飯店的部分你可以看 比如說像雲品啊 寒色啊 都表現得不錯 那其實我們之前也跟大家講的 AI能源相關類股 你看加我們LINE 我們有很多的好康送給大家的 好康的你看這些打開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股票幾乎全數都是賺錢的 其中我們每天講的巨有 是不是持續的向上創新高 這個波段啊 從第一點我們 這個12月底 跟大家分享以後 這一波上漲 60%了 60%了 你要去找那個落後補漲 等到最強的漲完了 你落後補漲漲不上去 我告訴你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為什麼標不上去 我不是故意的 其實我標上去好不好 我不是故意的 因為呢 你買第一檔的 他標不上去 等到強勢股標不上去的時候 他真的也就標不上去了啦 好所以 華城 留意一下 再來 你看一下我們昨天跟大家講的 康權電通 康權電通的今天 昨天講完 昨天有沒有漲停 我不是在跟你玩漲停板 昨天是突破第一根 昨天突破今天有沒有一度就攻漲停 有沒有漂亮 昨天跟大家分享 今天攻漲停持續的再創新高 有沒有請我們會員買進 康權電訊 昨天進場 五位什麼大盤大震盪 盤充照樣漲8% 一度就快漲停了 我說經KD指標操作勝率就是高嘛 我們就是領先市場提前佈局是不是大賺百萬 那更別提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經歷科啊 經歷科有沒有看到 每天都提他一下 他就是經典範例嘛 你看 從我們KDD進場 KDD有沒有跟大家分享 每天都跟大家KDD KDD來這邊再講一次KDD 這邊KDD很低了 他股價有沒有跌破前低 沒有跌破前低 這邊不就是一個很好的進場點 進場之後就一路向上狂飆 然後呢 你就看到 哇 漲50% 然後一路向上 不斷的攻高 你這邊有絕對成本優勢 你就一路享受好山 好水 好風光 然後呢 他就一路向上漲 68% 今天震盪一下 還是61% 今天盤中有沒有跟大家講 我們有慢慢在獲利了結 我買的時候是276 現在是多少 就算下跌也是438 276-430 夠力了吧 60% 那 中間還加碼了一次 夠神奇了吧 再來我們上次進場的時候是120塊 120塊 是幾月幾號 11月2號進場 11月3號漲停板 然後就持續的漲不停 你喜歡追這種股票 不好意思 漲停板的股票你根本就買不到 你要買呢 就是買在漲停板之前 所以很多老師在說什麼漲停板股票 我根本就覺得沒什麼意義 因為實際上交易面你做不到 漲停板他買不到 你看我們呢 買在漲停之前 他就一路向上 不斷的飆高 從60%到90% 90%夠了沒 結束了沒 還沒 110% 123% 最高漲到 131% 這 更神奇的地方 我認為我每次都要講 為什麼我每次都要講 因為這很重要 漲到110% 我那個時候還一張不賣 當然110%後面我就開始賣了 有沒有 我漲到110%的時候 我還一張不賣 最後才獲利了結 我獲利了結賺了多少 120% 所以重點要告訴大家什麼事情 重點就是要告訴大家 我說投資股票 你就是要抱得住 你抱不住啊 根本就賺不多 那其實我們也早就預告 你看一下 我們說了來自經歷科重码的訊息 我早就說 經歷科已經漲那麼多了 短線波段快要300%了 這些主力重码我們重码認識啊 對不對 我們都了解啊 你看他漲了那麼多 要是你是主力你會不會想把他賣掉 對 你會想把他賣掉 你要賣掉之後錢回來你要幹嘛 規劃下一檔嘛 對不對 規劃下一檔 所以他們的下一檔 快要佈局了 我現在覺得 他們年後才開始要佈局 所以你想要過年後 一起進場佈局 這檔 來自經歷科的 小標股的話 趕快把握機會 跟著我們一起佈局這檔 小標股 參與這個新 100萬贏家的計劃 全新的佈局 全新的規劃 全新的股票 從頭開始 幫你一個一個 賺100萬 眾多 100萬贏家都可以證明 我們就是做得到 我們就是有辦法 幫我們 船堆成員 賺 100萬 如果呢 你從來沒有 賺過100萬 你想要享受 賺100萬的 快感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加入 我們100萬贏家計劃 可以通過下面的電話 或通過我們 旁邊的LINE 直接跟我們聯繫 請今天節目到這邊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